真愛台灣 讓人民過好日子 歡迎收看無色覺醒 我是羅志強 那麼最近政治上一個震撼彈 就是柯文哲市長 他們上了綠色的電台 然後對兩岸一家親 這些過去的兩岸的言論 那麼對民進黨的支持者 表示歉意 當然事後他表示說 他不是要更改兩岸一家親這個主張 而是對於兩岸一家親 這樣的兩岸的一個說法 造成民進黨支持者的不悅 他感到很不好意思 但是這樣的一個情形 已經開始引發了 柯文哲從政以來最大的地震 好的 要怎麼去看這件事情呢 首先我們先評除所謂的黨派的身分 黨派的立場 我們來就事論事來看 柯文哲這樣的一個改變跟轉彎 到底對他以及對台灣造成的影響是什麼呢 事實上柯文哲在提出兩岸一家親 以及講出了兩岸是命運共同體 這樣的一個想法的時候 事實上我也曾經寫過文章 肯定柯文哲有這樣一個兩岸關係的看法 為什麼呢 這就不是從政黨的立場去看 事實上我覺得就台灣民眾的利益 就兩岸發展的利益 他在兩岸政策上 他確實扮演了一個相當正向的角色 他會變得是對台灣柔和內部的 所謂的統獨意識的形態的對抗 甚至藍綠意識形態的對抗更有幫助 但是這樣的努力三年了 他就在這一夕當中破功 而這個破功最嚴重的影響就是在於說 今天未來他在兩岸關係的態度跟立場上 讓別人開始覺得說 你今天是不是一個強頭草 你沒有自己真正的忠心思想 那麼除了今天事實上對於兩岸理念造成的傷害 更重要還有其他的部分 就是包括柯文哲 就算從柯文哲心心念念 他在意的所謂的選舉來看的話 先不要從結果論來看 網路上 輿論上 藍綠陣營都是一片麻生 柯文哲這樣的一個修正跟轉彎 幾乎沒有討好任何的人 你今天從政治分析來看 你也會發現說 柯文哲這樣轉彎 其實到底對於整個選舉跟政局 產生什麼影響呢 從選戰的角度來看 民進黨到目前為止都是出牌嗆蝦而已 其實民進黨根本就不敢提名台北市長人選 為什麼呢 因為民進黨也害怕 如果柯文哲提了以後 柯文哲還贏 那麼柯文哲就有正當性去攻2020總統 如果提了以後柯文哲輸 柯文哲還是有正當性去攻2020總統 現在為什麼柯文哲是擺邊揭罵的一個局面 道理很簡單 第一個 在台北市的選民你就分成三塊一樣 分成所謂的藍綠跟所謂的無色這三塊 藍營的支持者過去有一些人是認同你的兩岸一家親 認同你的命運共同體 認同你願意說你是台灣人 你也是中國人 可是現在這一家藍營的票一張都不會投給你 因為他認為你是投機分子 而中間選民過去無色的選民 今天支持你柯文哲就支持你是一個直白 你自稱白目的柯文哲 講話直率你做柯文哲自己 你不做任何人的政治的附庸 政治的傀儡 可是今此一條整 中間的選民也看破你的手腳 認為你也是一個沒有妖骨的政客而已 那這種情況下 你也會失去所謂無色選民的支持 但是你就能拿到所謂的綠營的選民的支持嗎 柯文哲也低估了 為什麼呢 在網路時代 柯文哲過去的一些所有傷害綠營選民 心情的 情緒的 意識 感情的這些言論 通通都可以透過谷歌大神找出來 因此在這種情況之下 綠營選民對你的不諒解也不會因此改變 在這樣一個情況之下你就會發現 事實上連綠營選民都不一定支持你 好的 你就可以看到一個問題了 如果今天藍 綠 無色都不支持你柯文哲的時候 柯文哲的民調如果因此受到重創 甚至是崩盤的話 對柯文哲來說 我認為他這一次在兩岸一家親的態度 對民進黨產生一個所謂的靠攏 或是產生一個所謂的一個投降 這其實是柯文哲從政以來我覺得最大的失算 而接下來柯文哲該怎麼做呢 柯文哲其實只有一條路 也就是他要回頭去告訴大家 兩岸一家親以及他對於兩岸政策的執著 是沒有改變的 那過去的這一些 曾經說的這些說法 實際上都是一個政治的誤判 他必須坦白承認這些事情 只有回到今天一個對的事情就堅持去做 對的事情就堅持去主張 今天柯文哲才有可能在選戰有一點希望 否則在這場選舉當中 我認為大局恐怕已經是底定了 真愛台灣 讓人民過好日子 我是羅志強 我在無色覺醒